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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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自由 小春花放心 哥哥是不会害你的 此次千月洞和凤鸣山庄产生对立 去世为何 那就恐怕是情难自禁了 要尽快找到春花姑娘 让别人看见千月洞洞主给我梳头发 会被人笑话的 谁敢笑话我就杀了他 那你为何不杀了我 难道 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你利用的地方吗 你又不是世外高手 也不是名门贵族 我能利用你什么呢 之前啊 是想让你帮我偷心法 不把你当成了花小蕾 后来萧白已经练成了凤鸣刀法最后一事 那心法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 现在哥哥只想护你一生周全 我不要你护我什么周全 我只希望你能高抬贵手放我走 放你回凤鸣山庄 妹妹 那萧白是想杀你 在我千月洞还想起杀刑 我放你回去 你岂不是死路一条 我相信萧白 那萧白到底有什么好的 让你这么托付 我要真正的爱情 萧白就是我第一眼认定的人 妹妹啊 你太固执了 这天下有那么多大路你不走 偏偏走一条错路 哥哥将这冰残珠送给春花 绑住了春花 现在春花 要把这冰残珠还给哥哥 请哥哥 放我一条生路 你看 你如何召唤哥哥 平日是怎么依赖哥哥 这冰残珠都看着呢 春花谢谢哥哥保护 只是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是时候 去寻找各自的出路跟归宿了 真书 快想跟我们同一样 我们馨去 安夫 教堂 我还要走 我就要走 我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如果是你走 我走 你走 送她走 春花姑娘 既然心意已决 就请离开吧 尊主 送走了 是 传吉谷的游丝 是不是快不行了 是 傅谷主爱惜娇妻这一事 瞒得还挺好 把游丝病重的消息 散出去 少盟主 春花姑娘回来了 少盟主 请进 春花 放手 你是不是和上官九业 你见到我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怀疑我 你 你还好吗 没错 是她派我来偷心法的 上官缺也的确看到了 花小蕾身上的胎记 而且是她主动放我回来的 怎么 觉得我玷污了你凤鸣山中的名声 你要杀了我 怎么会 我明明去千月洞找过你 可是 所以找不到我 就想让戏作来杀我 什么 我怎么会杀你 我明明信你 我一心一意地要救你 你听了上官秋月这么多话 怎么可能还相信我 别撒谎 我没撒谎 我信你 真的 或许是花小蕾 给她看过伤疤 但一定不是现在 失忆的春花 对不对 是上官秋月威胁你 让你来偷心法 让你听她的话 对不对 即便是我把心法给你 但上官秋月并没有得到心法 是吗 我给了她一本假心法 所以我怎么会不信你 是我对不起你 没能早一点觉察到 你被她威胁 害你一个人承受 那在此之前 你是不是觉得是我 玷污了凤鸣山庄的圣民 要派凌阳来杀我灭口 我绝对没有派凌阳去杀你 我一直等你回来 妄言愚蠢 等你回来告诉我真相 可突然那边的消息中断了 真的不是你 我绝对没有下这样的指令 彩彩 你说春花姑娘是怎么回来的 细作死了 那个大魔头要是不放她 她怎么回得来 那她与大魔头之间一定不简单 说不定 她这次回来带着阴谋诡计 以后春花姑娘的事情 还是让少盟主来定夺吧 那你相不相信 他们之间有私情 我们是外人 上次你中毒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春花姑娘居然带来了解药 然后 大街小巷都是这种解药 不管怎么样 她救了我 以后她的事情 只跟少盟主有关 怎么样 聊透了没有 春花 春花确实是被上官秋月所利用 但她并没有对不起凤鸣山庄 但是你不确定 春花和上官秋月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私情 我不敢确信 但我认为没有 说来也怪 上次蒲公英的解药 突然之间就蒲天盖地 不认为 长生果的叶子 蒲公英的解药 如果真是出自于千月洞 那上官秋月 还真不是对长生果没兴趣 春花说 临阳在千月洞 试图要加害于她 春花不会撒谎 中间差错 临阳与棱掌门之间 我不太清楚 当初你与棱掌门接触更多 还请秦兄辨别一二 临阳只听命于棱掌门的号令 将令在外 临阳滋生出别的想法 也不是不可能 怪不得春花姑娘这次回来 与以往大不相同 你好好安慰安慰她吧 如此一来 还需从长计议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待会儿再来 春花 过来坐 春花姑娘 我们再讨论长生果的事情 我只是想来看看大家好不好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 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留步啊 你不要多虑吗 我现在倒成了个尴尬的存在了 哪里的话 你还是萧盟主的盟主夫人啊 秦公子你可别忘了 我跟他从未败过唐臣过亲 成亲是早晚的事 只不过 盟主夫人有别于寻常妻子 更多一份担当 与牺牲 的 skill 月的神 夫君 你不认了 你不得了 母女 你们不认了 世纪 你不认了 所以气色不好 夫人哪里气色不好了 明明海上很漂亮 长生光 你必须真的 能让救病的人 恢复正常 长生我不久 可有限的相处 这总得给吧 小春花回到凤鸣山中之后 可还安好 据属下查探 春花姑娘回到凤鸣山庄的消息 尚未传开 是保护得太好 还是你们被骗了 属下大意 起来吧 我叫你起来 是 傅夫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傅夫人命不久矣 这可如何是好啊 傅罗爱希她夫人就像爱希眼珠子一样 这事外面都知道了吧 眼下街头都在议论 这些议论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人 都等着跟傅夫人抢长生果呢 属下即刻就去安排 等一下 太过于简单粗暴反而就不好玩了 我倒想看看这些准备抢长生果的人 会拿什么来交换 你说呢 叶叶 正派人士最爱惜名声 身陷危机中的人最需要权力 有道理 那就让他们把心事统统掏出来 属下即刻就去办 取名醉己淑可好 名字不错 去吧 醉己淑 长生果 什么意思 上次婚礼公开宣布销毁长生果未遂 当初好不容易让众人相信 春花姑娘带着长生果前往千月洞 凤鸣山庄才有几日太平 可是今天一早 又有很多江湖人士前来大谈 又是石先生的导鬼 对 他对外宣称上次拍卖流产 让凤鸣山庄白白得了长生果 他不愿再卷入事端 委托凤鸣山庄公开销毁 以绝众人的贪念 这种说法很是冠冕堂皇 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他倡议秉承着向善的原则 鼓励人们坦承自己的罪行 这个石先生 使出的招数倒是层出不求 罪己书约定 坦承作为公开者 即可获得长生果 他希望有一个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好案 激励这从恶的人 向善也会有个好出路 我怎么觉得他没有按什么好心 对 他确实没有按什么好心 他屡次提起长生果 在凤鸣山庄春花姑娘手里 不把她销毁 难以平复众人的猜忌 还说起凤鸣山庄 在江湖中一言九鼎 百年基业的领袖地位 这种程序正义 好像只有凤鸣山庄来做 才最为合适 公开销毁 拍卖会上已经血流成河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 对此产生疑虑 不想再惹出太多事端 不如我去澄清这件事情如何 不可 罪己书 这个法子还不错 我倒真希望 到时候有个大魔头出来 坦承自己的罪行 拿了长生果 我从此一心行善 可是谁来当这个人最为合适呢 销毁长生果 这蛊惑人心的东西 早就该销毁了 罪己疏 不 这江湖上最大恶极之人有两个 天月洞的上官秋月 传起谷的附楼 如果附楼 真的能坦承自己的罪行 那我爹的死 好歹有个说法 但是他一旦承认了 我爹他岂不是枉死的 江湖大义和个人恩怨比起来 才才自当选择江湖大义 我不同意 罪己疏 对长生果最志在必得的人就是妇楼 明明知道是假的 也会奋不顾身地跳下去 但这就是个圈套 春花姑娘 你怎么就能确定 妇楼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呢 妇楼他这辈子最珍惜的就是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现在病入膏肓 最需要这颗长生果 可这颗长生果它是假的 春花姑娘 我曾经听你这么说过 确实 现在江湖传言 妇楼的夫人尤思已经病入膏肓 妇楼为此还茶饭不思 这个传言 正好赶上罪己书的时间 是不是太巧了一点 恐怕她的真心 还不抵我对冷姑娘的一片赤诚 Rhodia 谁是个三位 小宝贝 你她都在三位 她有什么小器 她是不正常的 她跟我商量 她在顾身上 她在内心 我说你 她买到几位 小春花回到凤鸣山庄开心吗 是不是因为萧白才不轻薄哥哥了 妹妹这个反应是承认了 哥哥 上次一别 哥哥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 今日偶然路过 发现你在找冰残珠 哥哥 我真的是一时情急 你看 情急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哥哥 下次再还给我的话 你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哥哥 你能不能带我去传奇谷 千月洞洞主罪大恶极 从不做善事 但既然是妹妹的要求 那哥哥一定得答应你了 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傅夫人 他人很好 怪不得你之前让我去求他 内心软弱有什么好呢 傅罗迟早被他害死 如果不是因为他 千月洞 传奇谷 凤鸣山庄 三族鼎立的局势就不会僵持到现在 我见过傅罗 他行事果断 心狠手辣 但也绝对不是那种 有勇无谋的人 他要是能寻到个病肩的女子 早就可以在这混乱的江湖上更上一层 可他却找到了游丝夫人 心软 善良 他还体弱多病 傅罗倒是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才不轻易让他出谷见人 不过小春花倒是很特别 你是最早发现傅罗软肋的人 也许 这就是让我放弃永生 也想寻找的爱情 你不要伤害傅罗和游丝夫人 我若想这么做的话 他们就活不到现在 你不想杀傅罗 不想 傅罗也绝对不能死在我手上 也对 毕竟传奇谷也不是那么好对付他 哥哥若是杀了他 岂不是又多了一组敌人 我从来不怕敌人众多 况且杀傅罗也没那么困难 那哥哥 你跟傅罗谁的武功更厉害啊 小春花 杀傅罗根本不需要武功 关键是 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弱点 如果知道他的弱点 这个人就容易对付得多 对 你没有弱点 哥哥有弱点 哥哥的弱点就是你 以后多加小心 这个游丝倒是好说 不过这个傅罗主小春花应付得了吗 副谷主来得挺快啊 上官邱月 长生果在凤鸣山庄的消息 是不是你散布的 耍人耍得好玩吗 我看副谷主 是观心则落 所以你就来传奇谷看我笑话 那可就错了 我这次来 是专程给副谷主送帮手的 我之前 曾请求你联手 当时你断然拒绝 我不信你此刻又安什么好心 我的好心的确不多 可是为了我妹妹 这次我勉强挤出来了一点 你的内力 我就说吧 副谷主 我这个人当对手 可比当帮手要麻烦得多 你说的帮手 就是她吧 是我 她既然没了长生果 你就没用了 我这个妹妹是相当的有用 副谷主 凤鸣山庄这两天就要开长生果大会 我这个妹妹又恰好是肖白的未婚妻 副谷主可以用我的妹妹去换取长生果 你还考虑得挺沉的 哥哥这还不是为你着想 我这次 感谢观看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本集新天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花稀释半可怜 伤变了春花秋月的鲜眼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步履未见 无可辨 将一半的回忆 久地封建 留一半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季星天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花稀释半可怜 伤变了 伤变了春花秋月的鲜眼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步履未见 无可辨 将一半的回忆 久地封建 留一半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点 多希望你看得见 时间和春花秋月的碎片 为你便完成注定的情节 那错过的一瞬间 谈得无言 却如念 却落花开不一地的情节 爱你已留下了沉淀 年轮中的不同交接 你又怎会看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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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